都是比较负面一点 还有你见到美股三万指数 特别是导致为例 其实本身三万四这些位置 都是之前本来的支持位置 现在变了一个阻力位 其实昨晚曾经弹了三万四千一 轻轻想上去 但是都是压回来 所以我想如果真正短期来说 不是说在家里找三万四 三万四千一这些位置 去突破之前几只脚的 现在变了阻力位的话 其实就比较难说 是不是这么快叫做可能解脱弱势 还有我想最实际的 都是要继续看着整个污河事件的变化 这件事就比较难猜的 当然我也维持过去一个星期 或者是不断去说 战市这个因素是短暂性的 但是真的要看短暂得来 当中的破坏力是多大 这个可能都会令到 中间来说 股市的震荡性会比较大一点 而还想几只能不能够在这里 所以好多的话 然后可以去银线 阶线的分点 要小心 现在已经有人能够 就能够 事情 在另外 勾